大家好我是雪梁 我现在所在位是巴首2019年表展的现场 Season今年Promest 30周年 所以陆海空精锐进出 其中应该最受欢迎的就是潜水表 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眼前这一款 就是它的Marine 最大的特色在于说它搭载了全新的机芯 你可以看到在面盘上它有指振非常多 那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事实上这个是在潜水中非常实用的一项功能 就是深度计 它可以根据你潜水的深度 随时帮你做记录 那最大的潜水水深可以寄到70米 那这款表它潜水的防水深度是到200米 那潜水到70米 事实上对一般人来讲已经绰绰有余了 因为事实上最厉害的潜水冠军 也不过就潜到100多米而已 一般人大概潜到70米 那应该是已经极限中的极限 那怎么看呢 首先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10分秒 这是主要的三个时间 那另外呢在三点钟方向你可以看到这个箭头针呢 它指的是潜水的深度 而在它四点钟方向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针呢 这个是最大潜水深度 那当你在潜水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左边跟右边这里分别有两个装置 右边这个是这个水的感应器 就是说呢 当你水进入这个感应器之后呢 它才会启动它的深度计 因为深度计主要是靠这个所谓的压力感测 来测量它现在所在的水深 但是如果你平常这个稍有这个风吹草动压力变化 它就开始启动 那岂不是很不方便吗 所以呢 它这边特别设计的这个水压的这个水的感测器 当你水进入这个感测器之后呢 它的压力才会启动 这确保你在运行的时候是很精准的 那另外呢 它在左边呢 这边有两个按键 左边这个按键呢 是可以这个帮你的最大潜水深度归零 因为这两根针呢 当你在潜水的时候 这两根针事实上它都会同时的开始运行 到你的现在所在的潜水的深度 你可以看到最外围有这个潜水的这个深度的刻度 但是呢 当你返回之后呢 这个最大的指针呢 它就会 最大深度的指针 它就会停留在你现在所潜的最深的位置 比如说你潜到40米好了 它就会停在40米的位置 但是这个主要的这个大箭头 它就会回归到原点 所以呢 当你潜水回到这个地面上 海面上之后呢 你必须要按压这个 10点钟方向这个按键 按下5秒之后呢 它的最大的 深度的指针 就会同时也归零 那以便你下次在潜水的时候 可以再做计算 那另外在这个8点钟方向 这边还有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是作为 记录你最大潜水深度之用 所以你可以按下这个 你就可以看到你 上次潜水的最深的这个水深 所有的按键都有它的功能在 虽然说看起来有点像计时码表配置 但是事实上是完完全全不同的概念 好那另外我们也看一下它的整个造型 它的造型就是非常经典 潜水表的风格 尤其是它的单向旋转表圈 可以用来设定你在潜水的时候的 这个时间 那另外呢 表带的部分呢 它是橡胶带 然后上面有这个Promest的字样 这个浮雕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好那这一次我们看一下面盘 因为潜水表除了这个潜水功能之外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呢 它的夜光功能 那为了要让你在这个辨识上呢 很容易的去分辨 你的主要时间跟你的潜水时间呢 所以它在深度计的这两个指针 你可以看到它是用蓝色的夜光来表现 那其他的包含的石标 你跟指针等等呢 则是用绿色的夜光 以此来做一个区别 所以当你在深海中潜水的时候呢 这两个时间的资讯呢 就不会搞混 它在细节上面的设计 还是相当用心的 那这个系列呢 它的限量是6000只 不过台湾只会分到大概180只左右 那我相信以这个30周年的题材 应该也是相当抢手了 定价是在台币28800 那预计呢 会在6月份就陆续上市 那这是这个Promestor 30周年陆海空之中的Marine 具有深度计的专业潜水表 这就是这个Promestor